台中县政府为了落实保障儿少权益 同时开拓儿童以及少年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 特别临选县内国中小学生的担任代表 为儿少福利做出实质的建议 县长饶清林也特别准备了客制化书包赠予儿少代表们 让儿少代表们有更大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县长饶清林将客制化的书包 一一交给台东19位儿少代表 感谢他们愿意接受陪丽课程 并为台东县的儿少发声 御人中学蔡慈慧 新生国中博思瑜 池上国中金炳瑞 台东高中陈英语 东海国中陆玉豪 育人中学谢定语 宝商国小冯玉琳 掌声恭喜 我们请现场引动 根据社会处的统计 台东县儿少人口为32,770人 约占总人口数的15% 为落实中央儿少政策 从县内国中小学临选出代表 希望借由不同族群的儿少代表 能为台东儿少政策提供建议 使台东县的儿少福利 迈入新的里程碑 记得潘俊蕊台东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